大家好,歡迎收聽這個星期的動漫廢物電台的廣漫咬借邦 收聽方法大家現在已經在做,就是聽到我們youtube的直播 錯過了直播的朋友,聽眾,不用怕的 就可以加入我們的patreon,收聽我們的足本重溫 每次的足本重溫是非常精彩的 例如剛才Sunny說了一些跟他會不會有關係的事情 跟我的工作有關係的 一些事情 大家好,我是DK 大家好,準備去調查一下Chirion劇頭的Sunny 嘩,私敵 但他有出... 好,不過先講課金,好嗎 多謝預計的課金,大家姐誓一 生日我已經在青島和飛機上過 記者他有自己故事做,離開北京 叫我自己休息兩天 最終都是要搞我 什麼放假休息一下,不要再說了 麻煩 即是他放假都被人搞 生日打飛機幾好 不是,他是生日在青島和飛機上過 也有搭飛機的可能 是的 可能也有 即是喝著青島搭飛機 然後在飛機上面搭飛機 這個可能是急口令 那你是替他開心 預計 預計說他做事 剛才說了做事聽不到 是的,我們正在說他的... 既然還說不說他的壞話 預計是不是已經飛了兩個月了 知道嗎 過多月流 差不多 很可憐 被人玩了兩個月 又搭飛機,又清島 送不走的溫神 爆咪 爆咪 對 阿森小心爆咪 OK 白色就知道 希望預計再日回來了 如果你想知道預計發生了什麼事 就加入我們Discord 他就很詳盡地描述發生了什麼事 直接有語氣 有語氣有畫面 直接說出來有照片看 好,SUNNY你可以交給你講 去吊出聽眾吧 沒有,就是吊出了 就是Trap王劇透 對,那麼... 別人特意不敢說 你們在Trap王說出來 好 他不是創造館有照片 即是... 借票場那些... 不是,是... 慈善首映場 沒錯 晨善是出了來的 但是沒有說他做什麼 不是 坊間有報道說他是有客串的 但是什麼角色沒有說過 沒有說的 沒有說的 好了 夠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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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覺得這些真是混蛋 我上集人口引得這麼狠身 真是混蛋 對啦 這套戲未上就說 真是人渣 應該會死全家 其他當然會有IMAX版本 你說這個 好了 之後我們提及過的 火鳳 陳某的火鳳療圓 第七十七期 將會在Megabox的動漫 一番街上有一個賤名會 現在多了一些詳情 就是五月五號 那就是七十七日期的限定版手碼 日加陳某的簽名會 就向Megabox九樓的動漫一番街 三點至五點鐘 你有沒有說過限定版是跟什麼 我看不到白色的這些字是什麼 沒有啊 只是說粉紫晶印特別版 沒有說 他通常都是一些書籤的東西 放心 我已經下載那張圖的時候 我還是沒有看到任何資料 因為他之前那些特別版有出過手機殼 有出過那些尿袋 就是充電部 那時候不是出過郵票還是什麼 郵票有 你也買過 都是這樣做 所以就不知道 其實這幾期火鳳的特別版 都是用粉紙出的 那本書是用粉紙來的 對不起 我以為你說這些 下面這些是有的 那是什麼 因為我在電話裡放大了 隨書 附送這個水鏡斧的 什麼擺設 座桌擺設 對不起 非常大佬 這麼小 這麼大 其實下面這塊東西 就是那個書盒的右下角 就是那個水鏡斧的擺設 對 座桌擺設 對 售價是288元 有興趣的聽眾朋友 歡迎去購買 你有沒有補充 我想去但我不想 不想Megabox 不是啊我不想要這個特別版 不想的原因是什麼 沒有用 不要緊 拿回來放 不是的 裡面的書是一樣的 你就拋了一本書出來 本書不同的 本書是粉紙的 我買了特別版之後 因為買一套書上去 粉紙會比較薄 出來 接著 你摸上手的手感受到太不一樣了 接著 我最後是要買多一本普通版 那就有全新的手感 書展會出到下一期 可以吧 這個問題 那你不妨在當日就問一下陳老 兩月 兩個多月 兩個半月 努力一點 出不到新的那期就出什麼 就出開堂版 是啊 對 好 那 這張圖 反而大家應該這幾天收到的消息 就是愛奇藝將會推出這個 食神的動畫版 由肥糧去收拾 但是另外一則新聞 我覺得對我來說比較開心 就是這個天子傳奇機發片 就有這個動畫 由於時間的關係 我還下載了一段影片 等等 這個是電影還是續集 就是動畫的 動畫的preview 對 等等 我可能先弄小聲 我們不聽聲音 出入了米 我們一直說就算 那天子一 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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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音片 沒問題的 那我們都是看畫面 這個用新的和我中畫風 但是又好像跟它 正常的 就是那個remix版 有些不同的 那些做法 近那邊多一點 是 正常的 你畫之前那些怎麼畫 畫都畫不到 不是開玩笑 就是你畫回最初漫畫版 那些 那些造型 其實機槍有點像 但是它的筆觸也不會 不會撇到那麼密 很難 很難做到 我覺得 但是它這隻 它也是電腦畫 但是這隻 反而我看下去 我會覺得順眼過 另外一些大陸 就是3D好像狂王我那些 那些款 因為它這個編 它真的畫上去一幅幅那些動畫 其實它3D沒有可能是 它後製 它將顏色的東西 調整得比較像 2D的工藝 是啊 我看下去會舒服一點 但是我不開心 為什麼呢 這條Trader沒有 傑傑浸 要再多過10個工女 那天子一的名場面 你Trader不播 那有什麼代表性 它remix那時候好像沒有了這幕 有很多東西 有 我不知道有沒有看到remix版 有有有 雖然你說remix版 remix版好像沒有 對 那會跟他remix版去做的 怎麼會有呢 所以為什麼跟remix版慢慢不同 你天子一的重點就是這一句 什麼平衡成是後面的東西 都不是 平衡成都很前的 那能不能前一個這句 黃先生賣不賣向天子的電影版 是不是賣一大部呢 啊 為什麼你覺得是賣一大部呢 起碼有套動畫看著 然後 好的時候 就找個真人化 沒有啦 真人化你真的覺得 拍得到嗎 兩樣東西來的 還有他真人就是拍 風神第一部 就拍到 如果你真人 叫烈焰 是不是好像叫烈焰 不是 風神第一部是那部電影 哦 電影 即是說找魔界做班底做動畫 即是做電腦特技的果圖 好啦 那麼 開頭都是出賣那些什麼 雷震子啊 那些什麼 妖說 我只想說 無論是天子還是食神都好 大家都 不要太有期望 正常的 其實他在網大片 是在愛奇藝播放的 為什麼不要太有期望 其實雖然他發佈了 最後看不見到是一件事 看見到才做算 即是發佈會不代表 在最後出道來的 對 因為其實他在愛奇藝的 節目巡禮那裡 一勾就把所有東西都扔出來 所以不要太認真 不要太認真 我當然很久沒有看 但他有時候是有些事情都不對現 都是一樣的 即是 即是他不知道有些什麼 改計劃 這樣就不對現 今天沒有的 那樣東西出現 都不出奇的 學台都被人 先說一些不開心的消息 先說一些不開心的消息 我啊 誰啊 報執戀的消息 誰啊 龍虎門M 等一下 先找一張頭 你差不多很多人出了嗎 龍虎門M的手禮 現在CAPO就是在 龍虎門M的Facebook 其實是考大家的事歷 我不打算是靠他的 內容就是這樣說 各位親愛的玩家 龍虎門M自開服以來 玩家對於官方所給予的支持和鼓勵 甚至是批評和指教 營運團隊全部均相當重視 並且很高興玩家 願意給予建議說明 令遊戲能夠持續進步 在此 龍虎門M營運團隊 向各所有玩家獻上 最誠致的感謝 同時 營運團隊也將 至上最深的協議 由於合約其戒滿關係 GAME ONE至澳集團在此宣佈 龍虎門M將於2024年5月2日 正式結束營運 並關閉伺服器 截至伺服器 關閉前將 歇盡全力提供優良服務 遊戲結束營運的相關 是餘下的 2024年3月13日 即是已經過了 中52點會關閉帳號註冊和儲值功能 2024年3月28日 也已經過了 中52點遊戲會在 在App Store上下架 2024年5月2日中52點 遊戲會停止營運 關閉伺服器 到2024年5月16日 就會關閉這個遊戲的官方網站 去到那一刻 就可以說 龍虎門M這遊戲 就完全這樣去 壽終正寢了 雖然這遊戲 將會散伺服器 但它 收伺服器之前 有一個什麼 一百抽 總之是 包你中你想要的角色 其實作為一隻遊戲 差不多完結的時候 它這些活動 都是 純粹 你想齊誰人 我就讓你抽中它 但我開心 他都不讓你課金 就隨便派一些元寶 你喜歡抽什麼 你喜歡怎樣玩 他最後是 你想要 之前 好像要課金才得到的 火焰邪神 東方無敵 都給你 一定是抽中的 30抽 自選任 就一定抽中的 也是一個不錯的東西 下面我看到有些朋友的留言 我就覺得有點奇怪 又說 Game1就賺到盡 又說 做一年又不做 做兩年 好像是兩年未到的 兩年都不到就不做 騙人錢 當生意做不住 又不屬於騙錢 特別是 他沒有跟你說 我們會做了五年 所以你可以放心 玩放心課金 他從來沒有承諾過這件事 但我想問一問 之前 有個 你怕黃山高那些東西 春秋戰豪 他生伺服器的時候 有沒有這麼大的迴響 好像沒有 春秋戰豪相對上是小一點 但春秋戰豪一年都頂不住 所以 其實 真的像阿珊說的 你 還說不到山都 很合理 我現在覺得好 最多是說 你之前課金那些 他會不會退回 或者是被你抽 然後 你這些角色還可以保持在遊戲中 因為我在研究 他說山伺服器 我連 你進入遊戲都進不了 對 進入遊戲都進不了 還有都是這樣的 我不肯定 還有都是這樣的 如果是這樣 之前課金那些 是不是被你抽完 還是會退 不會退的 當然不會退 也有一點點標理美會 你想一下 你的說法很不正確 他3月13日跟你說了 我們要停課金 什麼 他3月13日已經不給你課金了 什麼 我剛剛讀了這麼久 你現在 我早了兩個月跟你說 我們會停止營運 反而 根據龍虎門AM 這個停課金 春秋戰童的時候 他們的伺服器 就把裡面的 課金 什麼元寶 什麼東西 那些 你就可以轉去另一隻遊戲 就是你轉了 你玩不玩一隻遊戲 那 他都控制不了 反而我覺得 其實沒什麼 你玩得 手遊課金的遊戲 那你預算 他生伺服器 你什麼都沒有 是預算的 還有我覺得 那件事是你 玩一隻遊戲 你覺得他熬不了兩年 那問題是 不足夠的玩家 不足夠的收入 你習慣公司 你可以說他不懂做生意 做遊戲做得不好 所以 引不了人玩 你可以罵他 但你不可以說他騙錢 你說騙錢是一個很嚴重的指控 而那件事是 他沒有騙過你 阿Man基本上 什麼都說騙錢的 所以大家 不需要太認真的 那不是只有阿Man Facebook留言都有這些人 我覺得大家 指責他們要準確一點 這樣而已 不知道還有沒有朋友還在玩 因為我掉了App很久 我抽了人物之外 就掉了兩隻遊戲 你還在做什麼 開心一下 曾經擁有 因為終於齊了 人物列表裡面齊了 很感動 然後就掉了它 有什麼可以做 沒有 就趁抽到整個遊戲 就打了 很奇怪 你這個姿勢 下面那些 是十九個角色來的 你不是應該給主角 或者重要角色來擺下嗎 但是呢 先說回 這個遊戲 最後的故事 就是去到 因為武器槍 在澳門的神聖訣之後 已經結束了 故事 對 主持沒有再更新 對 不過也是一句 這個遊戲 後來都不是人打 因為 就算你升到人物最厲害 升到武器最厲害 也好 發音電腦 真的很難打 都是要課金 但我由於沒有課金 所以我都是膽爆的 對 好 那 大致是這樣 大致是這樣 那 廣漫改編的 這個 遊戲就真的沒有了 龍虎門也沒有 春秋戰童也沒有 還有沒有呢 火鳳 啊 火鳳美洲 那幾乎你陰到我 火鳳還在 OK 好 説書吧 龍 MD課金 大佬是不是做妹 我認識兩個 就應該不特別是 他們真心喜歡 好 新駐龍虎門 第1200 47 好沒有記錯 48 1248 這個 都為了他 這樣 首先我覺得封面來說 封面來說 真的蠻漂亮的 就是以封面條裏 我不知道你們能否覺得封面條裏 封面條裏有點像 Game of Thrones的龍虎 有點像 有點像龍虎 還是龍虎 龍虎 龍虎 但是二賢王 不是 二賢王 我一開始認過草稿 我真的認不到 會嗎 我又不會 不是草稿 就是上一期的封底下 封面條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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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認得到 我也認得到 這個樣子 你以為是誰 我在想他是不是黏油 黏油 給我這麼多頭髮 今天頭髮 他兩邊而已 去玩而已 你忘了馮檢基 什麼髮型 忘記了 哈哈哈哈 說一說 太離譜了 忍不住 怎麼會是屍油 今期很過癮 一開始就覺得很過癮 他一開始就介紹這個諸葛魔 千秋萬世神功 顧名思義 這套絕學絕對可以令煉始功者 明揚千秋 見樂萬載之功 可不可以 給我講一句 他第一格最棒的是什麼 就是下一句 他說什麼 神功絕學 令諸葛魔 內心無比的強大 這套東西是 令到他的自我感覺良好 即是 是啊 我就是想說 千秋萬世神功 顧名思義 練了就可以 建立千秋萬世的工業 你改的 你改的 我看著 他自己說的 我看著你改的 那些不良的東西 下一套叫做 他就打到怯狂了 其實 你再看一看 然後下去還好笑 所以其實那個形容已經有些不對 他繼續有說 當今世上 唯有面對天下無敵 諸葛魔我未敢清強 天下第二者的位置 當世只有火雲邪神 是他心底認定的勁敵 那我看著你 那我看著你 就輸過給兇我 我知道為什麼 兇我是上一手的 他會選擇忘記 他跟火雲邪神打的那場 都是 那是上一手 那不同 因為上一手特別想忘記 okokok 你知不知道最慘的是什麼 是他視火雲邪神為敬敵 但火雲邪神根本就看不到他 是啊 我也是 我也是 我也是在我的敬敵 在籃球場上 哈哈哈哈 我直接說了 那幫Gymse 和我欠這個 G-O-A-T 哈哈哈哈 哈哈 是啊 那 然後 他再說回諸葛魔我的過去 就說 遠在1939年 諸葛魔我 又是躺進棺材練功 就說他因為被身在附近的天下無敵施放的萬毒央及 令他得花費數十年才可以成功 然後 諸葛魔我明白天外有天 他敵不過摩平凡 所以他明白不進撿退這個道理 所以他就躺進棺材裡練功 等著 他說他1939年 就被天下無敵的這個 萬毒 被打到 所以我覺得 搞不定了 睡了幾十年 然後要去到隔了這麼多年才遇到魔平凡 才覺得 嘩我不進則退 他都挺廢的 不是 他被那個萬毒搞到 搞到我了 他睡了幾十年 清掉了萬毒 破關出攻 那就覺得自己很厲害 然後打輸了給摩平凡 又打你老摸我回去練功了 他一開始不是打輸給摩平凡的 他中間有輸過的 應該 他跟火仁邪神是平手的 他跟火仁邪神屬於是平手的 然後他應該是沒有真的輸過 因為他是去睡覺練功的 他一不夠打就睡覺的 是啊 他是碎王子 大佬 這個就搞笑一點 這一段 至於當小虎 諸葛魔害怕了 馬小玲的八花奇毒的萬毒心經 之後 小虎打算踢勾他的時候 就突然跳了一條狗下來 自稱是這個大羅真 他擋走了小虎的腳之後 就說了一句 下次再遇上黃小虎 你黃小虎就是一句死屍 然後就飛走了 等一下 我對著這位大羅真仙 什麼時候龍虎們多了 不就是龍虎們不時有這些 突然之間 御空閒那些契弟 我其實一點都不意外 因為看回之前那些奇數 其實那些什麼 老祖宗 魯天磚 魯天磚 跟著 刀神 都做過的 對 刀神無力都做過的 即是理論上如果 強如火或者邪神都應該是做到的 即是他好像沒有特別 走出來 那他就 他就 戒定這些 為一個高手 我又覺得 好像連癡友都好像有 類似的東西 癡友 不記得 這個突如其落的高手 又是自稱和天下無敵的 又是 他沒有自稱的龐白話 對 龐白屈咎 龐白話是和天下無敵同級的 但我不明白他出來做什麼 其實那畫面 他沒有畫到救走了諸葛摩 也沒有畫到諸葛摩奧逃走 總之他擋了小虎一腳之後 諸葛摩奧消失了 然後他就走了 還說下次見到的時候 黃小虎就是一句死詩 為什麼你現在不殺了小虎呢 給你一次機會 這次和你打招呼 下次你就死了 可以的 但是之後你解釋到底他是什麼背景的時候 你要記住這個設定 原來我跟你是有血海深仇的 那我不殺你就會有點gag 萬遊者 你這次就出來自我介紹 一出來就殺人不是那麼好 沒有禮貌啊 哈哈哈哈 還說小虎就花了很長時間 才能平復自己內心的殺性 對啊 但是我想說 之前說小虎是殺殺殺的 殺意性龍 被人擋擋 我搞不行 諸葛無我 你是不是應該找另一個人去搞呢 你不是這樣的 你看到那個勁敵阻礙你 你就殺他 或者對付他 你又不是啊 那真的打不贏嗎 那真的打不贏嗎 你連邪王打得贏 你是不是應該試試呢 你不試一下 所以黃小虎就有這一格 就是這個仰天怒孝 無法控制的憤怒 如果殺意性龍的時候 你被人阻礙了 你是不是應該把視線轉移到另一個人去殺呢 你又不可以 所以就怪了 我就可以這樣 你打吧 我覺得這樣叫Mang哥 就是你緊火帶女兒回家 那你一定要找另一個女兒去搞 你可以沖過凍水量 冷靜一下自己 他沒有沖過凍水量 在那裡喊 就是你緊火的時候 沖過凍水量 打過座 就完結了 那小虎也有坐下冷靜一下自己 我的解釋就是 黃小虎的殺意未去到最巔峰 他還是一個比較清醒的殺意 就是他未去到完全殺殺殺 我剛才拍了一張照片 黃小虎後面有著老虎殺殺殺 旁白小虎 小虎越怒 不自控的殺性越見浮現 已經殺性浮現了 被人阻礙了 很生氣 很生氣 被人阻礙了 阻礙了 你怎麼搞 沖過凍水量 打過座 有可能 你又不是阻礙著馬小玲 有可能 降火 我覺得可以 還有 我不知道 到底 還會不會交代我 那些失蹤的小朋友 那些都經常說的小朋友 沒有啦 你真是好 你還想念小朋友 你下一期會不會看到黃小虎安葬他們 我比較想知道 到底怎麼化解 朱岡婆 我躺在棺材 但又有七個小孩 有四十七個小孩 七七四十九 四十九個小朋友 可能這裡只有四十八個 還有一個還沒死 那他就報警 那如果你報警 報道就不會說 有七個小孩失蹤 是有一個屠生出來的小孩跟你說 可能那一歲 可能那一歲 七個小孩 是看著大家被人捉了的 那還有一個還沒死 那他就剛剛逃走 那如果是的話 你想想 如果用你這個說法 警方是會說 有人報案 有人綁架 不行不行 要保障那個小孩安全 那你又沒有七個小孩 那你又沒有七個小孩 沒有亂說 告訴你 有小孩不見了 OK 就只有之前 那你沒說 那我真的不見了 對呀 新聞報 就是這樣 搞笑一點 不知道他還說不說 我比較關心小孩的 那如果他真的不說 你關心啊 糟了 阿彥王那邊的女兒好過 彥王那邊的女兒 反而不值得關心 你再說下去 對不起 那回到廣法堂那邊 廣法堂被金鐘集十二關的戲徑震爆了 那說過金羅漢就完全押著龍貫天來打 那寫黑龍又出來做駕輛 跟金羅漢困了兩下 那寫黑龍不夠金羅漢困就當然了 那說他的金鐘勁 有些特別 即是他有些潛勁 就會有第二重的攻擊 攻向金羅漢 但是他們就發覺 八毛已經走掉了 然後金羅漢也都在他們面前 就捏爆了那個廣法令牌 所以就說 既然那個廣法令牌都沒有了 那就不用打了 然後就散閉了 那又古怪怪的 然後另外 金羅漢無端端就搭著石一龍的肩膀 就說 去喝口茶吃劍餅 我請 那石一龍就說 我什麼時候跟你這麼好朋友 那你幹嘛打我肩膀 那你為什麼妨礙我打龍貫天 你不打我肩膀我就不妨打龍貫天 那你給我打他我就不打肩膀 話不投機 總比抹一句真心話可說的強 什麼抹靈 我不算很明白這一句 大致上我理解的就是 哪怕不適合談都好 總比沒有人可以說真心話 我和你不適合談都好 我對著你可以唱水浴然 我對著老闆是不能唱水浴然的 但是我覺得現在金羅漢這個人物的性格 他是在這個新生龍的時候 他是和石一龍都算是朋友 因為中間那段金鐘舊地球 是他帶下去的 那段是挺有趣的 至少金羅漢這個人物 原來這傢伙也挺有趣的 突然之間去到斌強手下 他就變成這個極凶極惡的金羅漢 又要一下子打爆金剛山 物體結局 已經覺得這個人好像精神分裂 性格又不同了 現在中間經歷過很多事情 現在又去到這個地方 又好像想扭回他 跟石黑龍好像很粉絲的狀態 我只是覺得 牛精三和肥牛五真的很慘 就是這樣 我們石黑龍現在的肥牛十一關 打你兩拳 金羅漢我覺得在斌強接手那裡 那個設定很飄忽 由開頭說他練到十二關之後 去了北太極國做國王 然後對真龍 然後不知怎樣輸了之後 然後又回到羅實教 整個轉變 你叫做斌強接手之後 我覺得他是想把金羅漢去轉變 但到今時今日 你又變回你之前 之前黃先生那個時期 或者新生龍那段時期 又是這個 各個性格 我幾欣賞之前把金羅漢 他變成那個性格 但現在又要這樣 還原基本步 我真的很失敗 跟著這段交給你講 Mang哥你CAP了這麼多圖 沒有 這裏就是講白毛崖在密室裡 想一下情況 就是現在羅實教等等 因為他在密室裡 就有一個祖師爺 廣發天尊 祖師爺的畫 突然間就好像 入了一個夢境裡面 看到廣發天尊 現在這個造型出來 祖師爺顯靈 就跟他聊天 很明顯 左下角白毛崖說的是祖師爺 如果這樣說法 這個就是講法天尊 但很奇怪 我找回三百四十幾期 我沒有記錯 我忘記了我的名字 先找回阿邦 講法天尊是這個 通天教就是那個什麼 通天老祖過去 然後下面三個地址 其中一個就是廣發天尊 中間那個 中間分界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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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老老祖祖 都是不是這樣的樣子 這個從何以來 誰才是祖師爺 請問 這個造型 我昨天也有找過 上網 就是廣發天尊的發相 但是如果阿伯無崖說的是祖師爺 就應該不是有發相那位 應該還是通天教 通天教那邊那三個 就是原始那三位 對 對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樣子出來 我覺得奇怪 不奇怪 這幅畫是畫的 不是 畫得不好 而且 Man哥沒有看聖哥傳 我真的沒有 如果Man哥有看聖哥傳就知道 因為聖哥傳裡面是佛祖 他是很不滿 為什麼 那些畫師總是要把我最肥的狀態畫出來 我現在也不是那麼肥 我後身也不是那麼肥 我只是中間有一段時間 疏於鍛鍊 所以變得那麼肥 但是偏偏把那個狀態畫下來 然後全部都是用那個狀態來丟佛祖 其實我是瘦的 那些年輕的時候是瘦的 老了也是瘦 中間肥過 剛好畫下來 失手了 剛好畫下來 伯母也沒有看過他 所以就順利了一幅畫 而且你要想起來 因為這些 是瘦的畫 你怎麼想像獅子從何以來 張華有隻獅子的嗎 有啊 張華也有獅子的 屌你本身沒有的 你只知道泰國奇大象 不是 那邊那個是他走來走去沒有獅子 我畫畫的時候有獅子 不是的 廣法堂那個 飛馬踢的 你是不是都應該做個飛馬給他 請問 那人家當時那群人玩獅子 不是 那你騎著馬龍的獅子 好似騎著獅子 好似騎著獅子 我畫畫的時候我當然是抱著馬山 是不是 那獅子其實就是獅子的寵物 就是造型 對 我搞不定 人家跟寵物畫的照片 你又不滿了 這樣 不像祖師爺 祖師爺顯靈都 屌你了 你說得到我這樣 還有你想想 因為現在其實 白無華看到的所有幻覺 其實是逆天恆做出來的 屌個問題 那幅畫是這樣的 對 所以人家跟著畫做 所以你要怪是怪畫那個 就是 I mean不是蚊強 I mean是畫廣發天珠這幅畫的畫 畫他 不是 我講到故事裡面 我講到故事裡面 正如現在 現世中我們看到的 所謂的神佛 畫那個形象 到底是誰做出來的 你覺得他不符合那個形象 你就掛著那個 不是喔 不是喔 怎樣啊 沒有這樣肥的 原來在畫裡面 聽眾看不明白 總之就是告訴大家 那一定有出閘的畫 不是 問題是他現在看到那個幻象是 是逆天恆做出來的 你要怪的就是逆天恆學藝未精 那整件事都很合理 整件事 逆天恆心啊 經常都想把人家做到肥仔 那是很合理的 那 即是如果逆天恆用潛意能影響動肺的主持的話 阿添他就變成了遊戲 就變成武藤遊戲 叫一隻巨神兵出去打你 那阿添騎著那隻就是藍馬白龍 那你不能夠說這件事不合理 因為其實是沒有不合理的地方 你最多是說他不對稿 說他跟原先那張畫不同 但問題就是 如果你有看最新那回《撞送的符》 你也知道 人是會把那些美形化 或是憑他們心目中的形象去改變 去整個雕像的畫 所以沒有問題 真的沒有問題 沒有說是公園的遙遙動 我只可以說一句 圖片子宮參考 神法的全部都不同 很多一幅都不同的樣子 耶穌都不停不同的樣子 聖母的也不停不同的樣子 很簡單 例如耶穌的像 很多人說你去到不同的地方 都會多多少少不同的 甚至有人批評過耶穌像太像白人 因為他肯定不會是一個白人 他是猶太人 沒有問題的 你不會去到教堂 跟神父說 神父 我屌你 整個白人 為什麼你不會 神父說 我屌 一定有 你屌我 沒有意思 是一個藝術家屌 那幻象消失了之後 廣發天專 就回收了白毛鞋手上 拿著真的廣發領牌 那白毛鞋清醒之後 就發現原來全部都是幻角來的 但是那個領牌就沒有了 所以他就估計這一切都是逆天恆的所謂 等一下 你說兩夫妻一起抽一下添水 是說Sunny和雪姐 Cherry Cherry在Discord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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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說 我剛剛問一下雪姐 哈哈哈哈 雪姐都滾之外 是誰啊 不要天真 當日易天人拿著領牌很開心地走出去 就說那個領牌已經到他手了 所以那個主導權在他身上 那我就突然想到一個很 很有批判性的問題 我覺得 如果易天人能夠憑幻角 潛入去拿走那個領牌 那為什麼要叫他們搞事 要叫龍貫天自己進去偷呢 你本身靜悄悄拿著幻角影響他 然後進去拿走那個領牌 你的潛燕應該是連甘狼也會影響的 為什麼要搞這麼多東西呢 我之前看過四期是為了什麼呢 因為這樣的 如果你有看這個國產007 你控制必營的意志 是用一些比較蠢 還有比較鈍的人 那他們看一看 哇這個極笨 他看一看白毛 這樣說這個極笨 那為什麼要用計謀呢 是否顯得出易天人好像很有腦 但是如果你要顯得易天人很有腦 他什麼都不做 前面所有事情都不做 直接拿二人影響了對方 看幻角 然後靜靜偷走那個領牌 都很有腦 那他現在要拆存在感 反而他分多了氣氛給其他人 他都不做領牌而已 其實易天人應該夠白毛是打的 但是不用打而已 可以 也可以 而且他的目的是另牌 那三個另牌 是黎柔和文樹要去拿的 然後鏡頭一轉 就去了通天大樓 鳳奪天在看一幅女仔的畫 就是我們封面見到那條女 但是鳳奪天那裡 就是另一幅是這幅女仔的畫像 其實說了兩句 鳳奪天就說 總之我不會再離棄你了 會陪著你快樂的腦去直至死 那另一邊相呢 不好意思 到現在都沒有交代這位女士 是不是啊 糟了 她的老婆 沒有交代 也都沒有交代 沒有交代 沒有交代 名字都沒有 另一邊就說 敗火教的燕王 就準備要閉關去練功 要禁息 當她臨禁息之前 胡薇就走過去 即是說 雜炮之前都要吃飽一點 所以就安排那些女兒過去 打算給她 吊劑勁 同一時間 就紮了那條女兒 在床上 大自然綁住她 那條女兒還說了一句 大王 我還是處女來的 求一下你放過我 求一下你 這樣 即是畫面的這張圖 我看到這張圖 我當然是馬上就 用CAP圖拍照 然後就 鋪在YPR那邊 抽到大王水 但是呢 其實呢 我冷靜點這樣看的話 那條女兒的腳 是她的小的1.5倍 沒有1.5倍 都1.25倍了 她自恐無目的 她 只是有腳 那個腳掌 喂 她像馬翔的新人 還要像馬翔的新人 喔 我回想一下 這個比例 她應該真的打WNBA 我現在看到她這個比例 有一次 上海灘賭勝 吳曼達被人拉 拉著她的手腳腳 她的痴狀狀態 這條女兒真的很恐怖 然後燕王看到她 竟然說 正到絕 我沒有絕 這麼恐怖 你也試試看 那喜好的事 就每個人不同 我沒想到 之前她抱的女兒 都正常的 她可以什麼都試 但是另一個位置 我這次真是屌了 真是屌 真心生氣 就是床上的那些 工具 我想說 好像龍虎們 都沒有那麼 全都出來了 為什麼屌呢 大家玩這些工具 最有名的 當然是機頭4 機頭4拿出來的工具 是全部都有用 因為他們要用來 終極侮辱白刺藍 但你看到這裡 最左邊 白色的U字 因為現在我們剪掉了 左邊一點點就看不到 白色的那條 其實是一條U字型的東西 那個是用什麼用的 那個是一個兩邊的架狗 是兩條女兒磨豆腐的時候用的 可能是這條女兒 和燕王這條女兒用 現在胡味是安排燕王這條女兒的 可能她另一邊是 燕王屎屎 可以這樣嗎 你說可能不行 都不會推手 一張 兩紅 oln什麼 磨谷花 Boric 如果她會用來 燕王屎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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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llion 都要某一掌握 因為 白色U字還是屎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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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屎會屎屎tem 下面有一條狗尾呢 用來塞缸 可能是替伊王伸的 這堆東西都是給伊王 你不知道你想想想是梁家輝做伊王 這堆東西都是我的 行不行 行不行 聽我說 如果他塞了伊王的胸位 那U字的就沒用了 誰告訴你燕王一定是一隊一隻抽 燕王一定是群屁 女兒是兩個 不是 因為那個盤很寬,是雙人用的 單人用兩月,不是這樣的設計 你有沒有想過是女兒塞一邊 然後另一邊塞燕王的屁股 然後那條狐狸還沒塞到女兒的屁股呢? 玩到這麼大? 你要用得到嘛 其實就不用一次過用完的 可以輪著用的 繼續吧,繼續講到的 你國產07文西要一次過把這東西整個抽 先拿你的衣服 中間有些皮鞭,有些塵固那些 都是皮鞭來的 然後去到最右邊 那個戈爾夫球 現在畫面我們也是咳走了 戈爾夫球又不會塞下去 女兒的口頭 又不會被燕王帶著 可能就是讓燕王來 讓他再講完潛失 可能他真的想打呢 戈爾夫球 然後又有那一串 九龍珠 可能是... 我也不知道 到底有多少私眼 很新的 照片 一個人的封匙 而且一百全對 convinced 留下他的布лет也可用了 下去絕外 我認為抽籃不是問題 但是你需要像季頭四,將配合間的,альvas 到實際上 然後owane 真的知道如何運用 知道怎樣玩 我想畫的時候也未必想到很深一步 我搞清楚不是主持們都很熟悉工具 是主持的 沒有門 沒有門 你有沒有看留言 為什麼一定要一次過用 又沒有一定要的 但是你全部放出來 我總會覺得你是有這個需要 那你有沒有想過 我之前可能砌了幾個女兒 沒有這樣 她正在用火 那你用完的東西 又有手尾 廚房的刀刀叉叉就不可以用 沒有放出來 你沒有放出來 你不知道別人是否喜歡 但是今期龍虎們 最詭異的音樂 我好像沒有拍照 最詭異的音樂就是 當你揭露後面那一頁 床上的玩具都不見了 然後那女兒 都矮了 那女兒都矮了 她突然間在床的正中心 她知道那一張在床邊 那女兒都矮了 突然間 那女兒都矮了 已經不是錯了 那女兒突然間在床上 因為她知道 快要上《Fantastic 4》的Remake 她是這個 Mrs.Fantastic 然後 之後 彥王忍無可忍 最初胡梅打算過去去撩女 誰知道她過去一掌就拍死了 那女兒 然後還燒死其他 後宮那些 那她走進練功房 就把照片拿出來 就說她不懂得珍惜你 她說她很愛你 你離開了我 我不怪你 但是把你搶走了的 仆街 我一定要殺 然後她拿著那張照片 應該都是 馮奪天正在看的 那一幅畫 那個女生 所以之前彥王說她要 約了比武去打那個 那應該是馮奪天 都為了她 那她是誰呢 過了幾期才大家會知道 那 港龍虎母說得很開心 我們第一次的港萬偶赤幫 就到這裡為止 稍後回來繼續跟大家說 港萬 港萬 純炎